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当然比不过别人了 而且或者是他很渴望某一些东西 因为他很渴望这个香水 你买了他没买 你拥有他没有 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就是说你会告诉他他的渴望有些东西 但是你会让他慢慢知道他拥有的别人也没有 这样呢你一旦提醒他这一点 他就知道别人也会嫉妒他的 他就会可开心了 对对对对 提醒他嘛 他有的就想不到这一点 他有一个角度突然就拽了牛角尖 对对对对对 就是就像一个小猫小狗 一下子跑到一个死狐头 自己拽不出来 你把他带出来 带出来 他就好了 这也是一种佛心啊老师 这不是这是正常人的品质呢 这不叫佛心 正常的善良的人就这样 品质来的 善男人善女人就这样 善男人善女人 我今天不是一开篇都是说善男人善女人 然后才能学佛嘛 是吧 对对对 情绪不稳定的人相处 一下子高兴一个样子 马上比四川变脸还要快 马上就哎呦就不高兴了 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 就不跟你讲话了也不理你了 哦 你已经自动了 如何不动 如何不动 他变得快你不动嘛 他一会又变过来了 是不是 你就等着看嘛 就像也变得快 变一镜头快嘛 三个小时以后变一次脸 跟三天变一次脸有什么区别呢 只不过是比三天快一点的 就是快镜头跟慢镜头呗 我们倒是变得慢 但是三年变一次 也是变也会变得 我们也无常嘛 只是你觉得 协他变得太快 你眼花嘛 是不是 你不要动就完了 他变他呢 你不动嘛 对 永远一颗定住的心 不用定住 你就不 旁观就行 看住 因为他变跟你没关系 主要是你把他跟你扯上关系就麻烦 他变他呢 你看着 你明知道他变得快 你还怕什么呢 你知道他一会儿就会变过来 你这还担心啥 他不变才担心 抓了牛角尖 还不变 那就死掉了那时候才怕呢 嗯 他一会儿变了 他怕啥 老师你说 如果要是心情不好 你都遇到一些生活呀 工作呀 人生的问题的时候 出去旅旅行啊 办办法呀 然后清静清静呀 有没有帮助 有人有 有人没有 看你是哪种 有的人就调解好了 有的人就不行 有的人就出去更烦 出去了更烦 嗯 就是找到适合你的调心的方式 有的人就是逛街 买新衣服 有的人就是看花 有的人就是去旅游 拜佛 有的人就是一个人待着闭关去 嗯 每个人不一样 看自己是哪种 总之就是找到自己的兴趣 做想做的事情 对 对 调心啊 我当年就是逛街咯 是哦 这就是我当年调心 我告诉你 在坐垫上 在坐垫上 调不过来的时候 就过商场去 转悠 女孩子嘛 就是不买 但是默默也行喽 是吧 就是 她就觉得 因为你那个商场里边 很多的商品啊 就是为什么她 因为她会 用孩子很多人的心血 比如说她怎么摆 很多这个开商场的人 她会把它怎么挂 怎么挂 还有设计衣服的这个 怎么设计 还有染花的人 怎么染 其实 其实里边浸透了很多人的思想 和智慧在里面 那么你去看了 欣赏了 你进去 逛街就是个享受 就是看这些人的设计了 看他们 有时候不一定买的 但是你过去 哇灭料 人家是怎么什么的话 把马格丝啊 棉啊 合在一起这个面料 她怎么想出来的 这个密度啊 如果你 在这一方面很欣赏的 很喜欢 比如我是喜欢设计衣服啊 什么这一块 有时候不买我会拉拉这个面料的 这个少下的这个台性啊 会看看它的密度啊 不知道他们看见了 看看款式 而且有时候有些 有些款放在挂在那儿就是 买不起啊 一看好几万的时候就说 然后就看看说 哎呀我要设计会怎么设计 它这个设计有什么缺陷 这都是暴洁 但是你在做这 因为你喜欢设计衣服 那么你在看衣服的过程 就能调行 因为那个过程对你是个享受 就是你看那个衣服 但是如果不喜欢设计衣服 你就没意思了 你去看 哎他奶奶买不起啊 好穷啊 然后你就成了折磨了 那你就不适合嘛 越开心越烦 心越烦 是吧 越开心越烦那就算了 你就不适合嘛 对对对 那还是出去旅行吧 而且这种 这种调性也会变的 比如说一段时间你特别喜欢 在这里别瞧 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 这个就不行了 就是比如说你去还有你 你逛商场可能有的 你就像你这种去看面料的 你一定要逛那种大牌啊 专卖店啊 因为人少 你在那空气好 然后桥啊 你不一定买的 但是你逛那种什么地下商场 什么你乌烟瘴气的 你自己回来就拿到 而且人家的优惑力又大 然后回来买了一堆 大折的 是不是 所以那个就得不偿失了 你挂那种大沙场哪个也买不起 反正回来你就破坏了 我告诉你 回来一顿后 但是看你能不能调了这个方法 如果过来就可能就坏了 就不是挂沙场 你可能挂沙场不行了 那你就可能要旅游了 必乖了 我这是灭必死过了 甚至忏悔去了 忏悔去了 这你瞧不过来了 怎么也瞧不过来了 那不是叶报熟了 那肯定是果报熟了嘛 才烦成这样的 那遇了很多法门 瞧不过来 肯定是果报熟了 那就忏悔去吧 哎呀 肯定是造了很多叶 否则我怎么能这么烦呢 嗯 对对对 我有时候是这样的 就不要抱怨了 不要怪这个怪那个 对对对对 以前是有这样的 没用的 就像 就像麦达拉的鸡 你被砸了 是吧 你每天骂人有啥用呢 每天说是人不好啊 人残忍啊 有本事不做鸡才是 才好呢 不做鸡 你要考虑 你考虑的 当你被一次一次砸过以后 死 被死亡 那就死的时候 你考虑的 你第一个念头第二小 我怎么能从鸡到出来 嗯 我不再投胎做鸡了 而不是去抱怨人类啊 你只要做了鸡 你就会被砸 你知道 哦 有些磨难是 你做了人就会有的 哦 比如生老病死啊 你只要是个人 你就会被控 嗯 那个东西不是 你抱怨不抱怨的问题 你不要去抱怨社会啊 世界啊 人性就这样 人就是这样 是吧 嗯 所以就是说 所以你就本身 你就不出 出炉灰啊 你不要做人啊 下辈子 做神仙啊 你不就快乐了 所以 这就是 发跃修行了 就是 有时候心很乱 莫名其妙就很想发火 尤其是做服务行 你也知道 就很窝火 我都怀疑我 越是不喜欢做哪一行 就越做到哪一行 是吧 生青 怕什么 你好幸福啊 你还有那么多人 你想发火的时候 就冲着他们发火 嗯 虽然人家没把你炸灭 哈哈哈 生气水不会呢 你在哪都会 没有什么好 行业真的没有什么 不要觉得自己是做错了 或者说入错行 音乐剧组了 你就做了这一行 音乐剧组 是啊 佛学是说音乐 你其他好音乐剧组 你没改行嘛 那你这一行音乐剧组 就把这一行做好了 服务行业也是一个 大家都一样嘛 都是普通人嘛 就做呗 我觉得也蛮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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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